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O1 O1它是一个杰出人才的工作签证 那么它是没有名额要抢的 每年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 那么它条件是有十个条件 十个条件里面你不是说样样符合 只符合三个以上就可以申请 那么这十个条件稍微说一下 比如说你有没有在国际国家的层次 获过奖项 你有没有publication出版文章 还有你是不是是专业协会的会员 是不是在重要的机构担任重要职责 有没有被媒体报道过 如果是艺术人才的话 那你是不是有商演的非常好的记录 比如说是票房之类的 还有你是艺术家 你是不是做过一些展览 这展览有多次被报道 这样子 还有高薪也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证明的条件 比如说有些企业家 优秀企业家其实也可以办对吧 我稍微扯得远了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他们有些高薪的话 也可以作为一个条件 那么这种条件 只要符合三个以上 那么就可以做申请 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前几年我们做过一个case 他是一个就是研究AI 就是那个机器人 现在很活的这个专业 他是做这方面工作的 H1B没有抽上 但是呢 我们他们的雇主就来跟我们商量 就是说这个人员呢 是非常优秀 看看能不能从O1来找手 那么发现他是可以做 因为他有publication 他当时还有这个patent 这patent呢 可以作为original contribution 也是一个条件之一 他还有做过别人的评审 比如说杂志社 邀请他做别人文章的评审 他有这样子 那他也获过一些奖项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呢 就为这个公司做成了 所以这个申请人 非常安心地在公司工作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申请EB1 这EB1和O1 申请了 申请了 对他后来申请了 他申请了两种 一种是EB1A 一种是NIW 就是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就是国家利货免 两个案子都批准 因为当时不保险 想两者同时申请 可以多一次保险 这是我们说的O1 所以说就是 可不可以理解 就是说O1和EB1这两个签证 其实要求上是 是相仿的吗 你说O1和H1吗 EB1 对的 对 O1跟EB1是相仿的 而且他的这个十个条件 也是一样的 他的要求也是符合以三个以上就可以 但是在移民局的审核当中 那EB1A的审核 即便是你是这十个条件 他审核的力度和强度要大得多 O1相对来说 你有一些材料就可以办 不要想象的太难 不要想我一定要怎么怎么优秀 才可以其实不是的 其实O1的审核是相对来说送一些的 我呢是大华府地区 小辉国际律师务所的合伙人律师 于小辉 在07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律师务所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律师务所呢 主要从事一些非常concentrate的一些area 比如说移民公司商标和意外伤害 那么一 estrogen 然后 nex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